大家好 这里是365MC首尔专业吸纸医院 然后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医院最年轻最帅气的任贤剧院长 今天的主题就是针对产后的妈妈们的一些吸纸问题 就是产后妈妈们减肥有什么好建议 我们产后的妈妈呢 都会有一种增肥的这种现象 大概是增肥5公斤到7公斤左右 所以呢很多妈妈们会烦恼这个腹部的问题 就像我们在孕期呢 妈妈们会为了宝宝的营养 去拾取这个大概300到400的卡路里 去提供这个宝宝的营养嘛 所以呢我们的孕期的妈妈会增肥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孕期是需要调整自己的体重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 即使产后的话呢 会很快的去恢复自己的体型 大概是8周之后呢 我们才建议您去运动 这个的话是院长的一个建议 就像我们的话呢 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体重 这个目标的体重呢 是妈妈是6个月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期间 想要快速的去达到一定的效果呢 我们是就是饮食习惯啊 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样的话也达不到一定的效果呢 我们后期还是需要需要用西纸的方式去管理这个身材 很多宝宝们会觉得啊 我们产后西纸会有后遗症 因为很多就是关于安全问题 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嘛 我们问一下院长好不好 就像我们产后啊 做那个西纸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所以呢 这个问题是不用担心的 就是生完宝宝之后呢 就觉得肚子上的肉剪不下去是吧 然后呢 这个的话我们会有什么办法 我们问一下院长 就生宝宝之前妈妈都会 肚子会非常大嘛 那样的话呢 肌肉会松弛一些 所以呢 我们产后呢 肌肉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宝宝问 产后西纸能改善皮肤松弛吗 就像这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看一下 个人的这种体质啊 或者是生完宝宝之后呢 皮肤下垂程度 我们才可以建议您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呢 下垂的皮肤非常不多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西纸的方式 因为西纸的同时 也可以去 有效的 让你的皮肤变得紧致一些 生宝宝后西纸还能喂奶吗 就像我们生宝宝后 不是说要喂奶吗 喂奶这个期间呢 我们是不可以吃任何的药物的 是吃减肥药啊 这样的话呢 是我们需要中断去补乳 所以呢 我们在那个做西纸之前呢 我们还是为了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在六个月之后再进行西纸 因为我们还要喂宝宝啊 这个样子 还有宝宝问 就是西纸可以改善妊娠文吗 这个的话呢 是也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就像红色发红的这种认身纹呢 是可以通过西纸 因为那个是没有恢复太 没有时间太久 所以呢 我们通过西纸是可以改善的 红色的这个认身纹呢 是我们需要去补充这个水分 或者是保湿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是发白的这个的话呢 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认身纹 是我们无法通过西纸去改善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是皮肤 皮肤认身纹呢 我们还是进行皮肤课的咨询比较好一些 那如果本身有松弛 西纸会不会更松弛了 很多宝宝还是这个问题 就觉得担心皮肤下垂的这个问题 当然所有人都会去担心这个问题 皮肤下垂呢 也是因为本身每个人的皮肤的弹力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通过西纸 它不会比之前的这个皮肤下垂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问题 它西纸的同时 我们会有那种提升的效果呢 所以呢 这个比以前松弛的这种情况 是不会出现的